港股快运第一股诞生 安能物流首日破发 去年营收70亿 11月11日 安能物流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正式成为港股快运第一股 发行价13.88港元每股 截至发稿股价破发 跌4.03% 公开资料显示 安能物流成立于2010年 在零单快运市场耕耘11年 据艾瑞咨询数据 2020年 安能物流货运量约为1020万吨 在所有快运网络中的市场份额 达17.3% 占比第一 招股书显示 2018年 安能物流零蛋业务收入48.13亿元 2019年为53.35亿元 同比增加10.8% 2020年为70.82亿元 同比增加32.7% 2021年1至4月 安能物流营业收入28.37亿元 同比增加127.0% 在盈利水平上 2018年 2019年 安能物流的净亏损分别为 21.13亿元 2.14亿元 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下 其2018年 2019年 2020年的净利润则分别为 -14.92亿元 2.24亿元 6.54亿元 据了解 2019年利润改善 与安能物流中指快递业务有关 2020年的业绩表现 则归功于其专注老板行后 零蛋业务的增长 按锐咨询数据显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零单市场 零售快运行业规模有1.5万亿 是快递行业的近两倍 但是中国零单市场高度分散 2020年的CR10只有5.7% 还有较大的安海空间带挖掘 这对头部玩家也提出了更高挑战 和空来人不考虑